好 这一节的全球现场时间 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最新消息 根据了南韩韩联社的报道 南韩总统文在寅计划 在今天特赦前总统蒲警惠 好 理由还有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若宜 好 那么一起要来看到的 就是今年69岁的这个蒲警惠 南韩的前总统 他在这个闺蜜门案件当中呢 涉嫌是滥用了职权 还有涉嫌收贿 那么今年1月的时候呢 被这个南韩最高法院判处了 20年的徒刑 并科200亿的韩元罚金 加上呢 他曾经先前呢 曾经干涉到这个选举案 也被判了另外两年 所以这个刑期累计起来是22年 不过呢 他最近啊 在这个监狱当中呢 身体状况好像不太好 今年已经多次 因为他的肩膀啦 还有下背部慢性的病痛呢 入院治疗了很多次 那么今天呢 这个南韩的韩联社就指出 总统文在寅呢打算在今天 也就是耶诞节的前夕宣布要来特赦这个前总统蒲警惠 主要原因呢 就是考量到蒲警惠入监之后 有一些救急复发 而且甚至出现一些恶化的状况 那么另外呢 传出这一份特赦名单上 还有另外一个人是先前也因为受贿入狱的南韩前总理 韩明熟 不过到底这个消息是不是真实的呢 恐怕要等进一步哦 这个南韩的这个政府呢 再来证实了 另外呢 要把焦点镜头转到这个美国的 美国因为呢 昨天有一间这个位于德州的工厂失火了 这间工厂呢 属于美国的石油业巨破 埃克森美孚公司 他们位于德州海湾城的一间工厂 在当地时间的凌晨一点钟传出了火警 现场可以看到这火势很大 而且呢 有飘出大量的浓烟 在这个炼油厂外呢 也有相当多的这个救难车辆聚集了 火势呢 一直从这个凌晨一点钟烧到了隔天上午才获得了控制 目前呢 已知是造成有四个人受伤 当中三个人呢 是以空运的方式送到了医院 有一个人是被送上了救护车 不过 所幸这个事故并未造成人员死亡 那么警方形容呢 这是一起重大的工业事故 事后呢 这个埃克森美孚的发言人士表示说 在医院里头这四名伤者目前的状况稳定 埃克森美孚呢 也发出了声明表示说 受影响的是这个在处理有汽油成分物质的一个单位 但是起火原因呢 有待确认 但是这个他们公司呢 也表示说 看似对空气品质目前是没有不利的影响的 讲到美国就要来关心疫情了 因为前几天呢 有告诉大家 美国有一间这个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 旗下有一艘这个号称全球最大的邮轮 叫做这个海洋交响号 传出呢 邮轮上头有48人确诊 今天同一间公司另外一艘邮轮又爆发疫情了 乘客加上船员目前已经知道有55人确诊了 而且因为他们都已经接种完疫苗 所以呢 都是突破性的感染 一起来听 55 crew members and passengers contracted COVID on board all of them were fully vaccinated crew and the passengers will be allowed back on land only in the United States both ships are hurrying their way back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看完美国的疫情之后呢 来关心到的是欧洲 这个英国呢 23号通报 他们单日确诊案例数再创新高 因为在过去24小时里头呢 他们一共通报了超过11万9千奇的确诊 英国其实在前一天呢 也就是22号的时候才通报新增10万例 有超过10万例 这是英国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单日确诊超过10万例 但隔天呢 也就是23号又创下了11万多例的这个例子 等于再次打破了记录 目前英国也已经沦为了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死亡数呢 达到了14万7千多人 不过昨天这个英国首相强森是已经表示了 不会在耶旦节的前夕对英国民众实施更严格的防疫限制 而是会聚焦在推动这个疫苗的加强剂上头 另外来看到的是法国的部分呢 23号这一天同样通报了相当高确诊数 8万8千例 也创下了法国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记录 同时呢 这个病故人数也持续在攀升当中 法国的卫生部长维宏说呢 今天数据真的很不妙 法国总统马克宏是希望呢 这个疫苗追加剂的计划 可以有助抑制法国的第五波疫情 虽然马克宏呢 他也想要避免实施新的更严格的防疫限制 不过法国政府是已经表示 如果呢这个疫情快速恶化的话 将会考虑所有抗疫的选项 你来听法国当局的最新回应 却重 vendo nos Phone with a doublment de number ka positive 款卡zimment to les deux jours 其表明我们提到中间100000个 可 Birds i know 要对珊瑚粉能普通过 Reese care set 今天是宣布说当地科学家在他们的废水样本当中 检测到了Omicron病毒 这代表新的变异株恐怕比先前的变种病毒 传播的更加广泛了 那么科学家是透露说 他们在12月3号之前采集的污水样本当中 并没有发现Omicron病毒 但只不过隔了短短4天 12月7号就首度在废水当中检测到了大量的Omicron病毒 根据科学家的说法 这代表着大约在两个星期前 Omicron就已经出现在慕尼黑地区了 而在地球另一端来看到的是澳洲疫情 也是持续升温 可以看到现场有大量的车辆车流 在人口最多的这两大州 也遭到了Omicron的袭击 23号通报的确诊数 跟法国英国一样同样创下了单日的新高纪录 所以政府也宣布要重新寄出了防疫令 为什么看到这么多的车子在塞车塞在路上呢 因为很多人要赶在这个耶旦节前夕 准备要去检测中心来取得这个病毒检测报告 因为政府规定说 如果你要跨州旅行的话 你必须要出示这个检测报告 所以刚刚可以看到这个人龙车龙就像没有镜头一样 好因为澳洲呢现在有多个州要求这些旅客呢 要提供出发前72小时的检测结果 而且结果要呈现阴性才可以跨州入境到其他州 那么因为耶旦节也要到了 很多人呢早就计划好要出游或是跨州旅行了 所以呢也因此可以看到这个检测中心现在是大排长龙 另外像是在这个新南威尔斯州呢 人口占了这个澳洲的三分之一 所以州政府也决定要恢复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的强制力 各个场馆也必须要限制入场人数 顾客呢也跟我们台湾一样进去这些超商商店 要扫这个QR Code来登记了 维多利亚州呢也恢复了口罩的强制力 目的呢就是要减少当地这个医疗系统的压力 那么这两大州在耶旦节的前两天重新实施了防疫令 也影响到了这个澳洲永久重新开放的这个计划 尽管呢现在在当地哦 他们两剂疫苗接种率已经超过了九成 但现在呢遇上了这个Omicron仍然很难挡 但也估计哦这个新的变异株呢席卷进入了社区 澳洲呢在22号单日通报有5600人染疫 隔天更有超过了8200例哦 这个新增确诊数呢也是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的最大增幅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提供给您 这个新增确诊数呢是一个新增确诊的